要我说的话 这个世界可以容纳更多像鬼气这样的游戏 就比如这款即将发售的Solestis 这是来自Replay Game工作室制作的类鬼气新游 一款由战斗驱动的角色扮演动作游戏 尤其是该游戏中的固定视角 各种自由切换的武器 流畅的空中连招 还有可供升级技能的红水晶货币 都无疑出色地秉承了这个类型该有的特色 同时游戏也正是因为这股满满的鬼气味吸引了我 但Solestis并不会止步于此 他自身的优秀和努力 会让他在这个类型的游戏中 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Solestis会让玩家同时操纵两名角色 姐妹花布里亚尔和卢特 其中玩家主要控制的是 拥有强力近战攻击的布里亚尔 而与布里亚尔连接的灵体卢特 会在战斗中运用他的超凡能力来辅助布里亚尔 并左右战况走向 动作游戏爱好者们或许会立刻联想到 异界锁链中的玩法 但经过上手体验之后 我觉得这款游戏实际上是更多的将 鬼气和尼尔结合了起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你忙着用布里亚尔对付周围的敌人时 屏幕上会出现其中敌人下一次攻击的按键提示 如果你在攻击触发之前 及时地按下了格挡键 那么卢特将会生成一个吸收所有敌人攻击伤害的护盾 这项技能没有使用限制 并且在保护了布里亚尔的同时 也不会打断或者影响布里亚尔的近战伤害输出 这就使人有一种很酣畅的体验 感觉这对姐妹确实是在各司其职 两人在高效地利用各自的力量协助彼此并肩作战 游戏的战斗部分还有另一大亮点 那就是卢特可以激活一对红蓝力场 放逐力场和招魂力场 这可以使布里亚尔与对应颜色的敌人和物品产生互动 但这项技能玩家得灵活运用了 如果卢特长时间顶着立场不放 则会进入短暂的过载状态 并原地停滞几秒 这会使布里亚尔在这段时间里毫无防备 虽然是短暂几秒 但有时也足够致玩家于死地了 灵活运用以上提到的游戏机制 便是我在boss战中的最大考验 boss在攻击时会时不时地发射一堆需要格挡的飞弹 这得看清楚屏幕上随时随地会弹出的按键提示 同时周围的小怪需要我激活蓝色立场去攻击 否则我的伤害不会生效 但如果你想去近战boss的话 又得切换成红色立场才能使攻击生效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又有趣又有适当挑战性的boss战 也确确实实地增加了我对于后续关卡的游玩欲望了 再说回到布里亚尔的战斗部分 这一部分的内容就如同普遍的动作游戏差不多 快节奏 华丽连招和拳拳倒入的打击感 如同鬼器 布里亚尔在游戏中也可以掐好时机 搓出许多连招 比如他最常见的连招只需要连续击出四次轻攻击即可 或者也可以通过连续两次按住轻攻击键 让他来释放出一个缓慢一点 但是可以造成范围性伤害的连击 具体就是第一次按下可以使他的键开始闪光 在闪光的同时再按下第二次轻击 便可以打出这范围攻击 而且当布里亚尔和卢特协调达到最高的时候 若两人继续同时发出攻击 则可以释放出一招轻平连续击 打出这种效果的前提 则仅需在尸行下落伤害时规避敌人伤害 并灵活使用卢特的格挡技能 便可以打出这道连招 布里亚尔在战斗中可以随时随地快速切换身上的武器 虽然在体验版游戏中我只试完了两把武器 但这也足够爽了 他的主武器名叫Ashen Enforcer 是一把组合了剑与斧的武器 在剑形态下可以使出快速的斩击 而在副形态下可以打出攻击稍慢的强力重攻击 他的另外一把武器名作Tearing Tennis 可以向外延伸攻击范围 打出横扫攻击产生巨大的范围伤害 就对目前表现而言 Solstice确实是一款有大好前景的游戏 对于这款游戏目前最大的考验 就是它在游戏的后续进程中 是否能维持武器技能与游戏进展应有的平衡 其战斗系统且是实打实的高质量 即使在体验版中简单地看了一下技能数系统 也可以看出这游戏的内容会有多么丰富了 但在角色升级方面 我只获得了足够的点数 为布里亚尔进行了一次升级 这项能力基本上就是对于 弹钉的前进突刺的复刻 按两下前进的同时按下攻击键 不幸的是这套攻击方式有点过于鸡肋 在游玩过程中我都没有使用多少次 如果Solstice能够控制好 最最重要的角色发展这一环节 那这样replay工作室的葫芦里 卖的确实是些好药 游戏本身的质量还是很能打的 动作系统游戏机制都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步伐还有些经典漫画 剑锋传奇和大剑的影子 那么在未来发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Solstice能否将手里的牌打得更好了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